翻譯 哈囉大家好我是董傑安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用出一個好的翻譯 關於翻譯的教學 黃路上已經很多了 所以我今天會著重在幾個小秘訣 透過這幾個小秘訣 我們可以做出一個比較好的聲音 秘訣一 大力 當你剛開始學翻譯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先學左手去觸碰 第五格第七格或第十二格的位置 右手去做波旋 波出這個我們所謂的自然翻譯 只是剛開始有的人 右手會太響力 然後聽起來就會虛虛的 所以剛開始你在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我是都會建議學生 盡量大力一點 因為你大力一點會比較容易得到一個 有顆粒清晰的翻譯 秘訣二 波奏的地方盡量靠近下旋者 因為弦一條這麼長 中間的張力是比較小的 靠近兩端的張力是比較大的 所以意思是我在中間波奏的話 聲音聽起來會比較軟 相對的會比較軟 可是當我越靠近下旋者 越靠近兩端波奏的時候 他的聲音聽起來就會比較硬 所以我們的聲音聽起來就會比較 強而有力有顆粒的感覺 這對剛開始我覺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步驟 那我自己的習慣的話 是比較靠近音孔下圓這邊 大概在這個附近 波奏會比較好 再過來其實會有一點太太over 你們可以試試看 接著我示範一下 我從中間的位置開始波奏 然後開始往後面波 再波回來 你們可以聽一下聲音的變化 那你們也可以自己試試看 秘訣三 找到正確的位置 這是一個還蠻重要的步驟 我們剛開始常聽到 常使用的泛音 例如第三格 第四格 第五格 第七格 甚至第十二格之類的 其實有的時候 他不一定真的是在情言上面 他可能會左右稍微偏差一點點 那有的時候就因為這個偏差 我們沒有找到正確的位置 所以我們每次在辦的時候 聽起來可能都不會那麼的 確實 然後那麼的有顆粒 然後那麼的明顯 那麼的輕量 所以 在對我們找到正確的位置來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因為有的時候一差一點點 他可能就會沒聲音 或者是他的聲音聽起來怪怪的 所以我們剛開始在演示 每一個格子的泛音位置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把我們的手 放在情言上面 先彈彈看他的聲音如何 接著 我們再去左右稍微移動一點點 去試探一下有沒有更好的位置 那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要把那些位置記下來 以後我們就要在那邊翻音 秘訣是 不要輕易的離開 我看到很多學生 因為看到網路上的大師們 在彈奏泛音的時候 他們都只看到了左手 很快速的離開這個動作 他們就會誤以為說 我的左手就是要很快的離開 這個概念是沒有錯 但是 反而導致他們 很常會出現一種狀況就是 觸碰的手比彈奏的手還要快離開弦 所以就會變成說 我根本都沒有翻到E 常常會有這種狀況導致發生 所以通常我都會這樣示範給學生看 我現在放在第五格泛音的位置上面 然後我右手撥奏的動作 你們可以看到我的左手 其實都並沒有離開弦 但是我的聲音卻還是聽得到 而且是有一定長度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代表 其實我們手並不用那麼快的放開 沒有關係 那麼當然我們的手擺在上面 確實會影響弦的震動 所以嚴音會比較短 但是我要證明給你們看 我們手只要擺對位置 右手確實的去做波咒 他的聲音是出得來的 而且我的手都沒有離開 那麼我們現在討論的就是 什麼時候才是離開的時間點 也就是我們波咒完 左手感覺到弦震動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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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以後 聽到泛音 再離開 再看一次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泛音 所以我們慢慢要練習 這樣子的一個步驟 那麼這樣子的步驟 練習熟了以後 我們都可以確實的做好每一個泛音 那在熟練這樣子的步驟了以後呢 我們這樣子的動作就可以越快 那你越熟練就可以像 網路上的大師一樣 看起來好像很快 但是每一個泛音卻都很確實 兩次這樣 兩次這樣 好可哨 有些人